因為中國大陸現在開的 開的薪資很高 如果他真的開的薪資很高 你會要去嗎 還是你會考慮那邊 整個政治環境啊 你就不願意去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不太會考慮政治環境 我覺得 只要有利益夠有什麼發生 我覺得研究這種東西 其實不分國家的 這到底哪天想說話 沒辦法說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遇到問題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上官亂 歡迎大家來收看 這一期的亂訪 我們亂世佳人的街頭訪問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呢 大家一定很熟悉對不對 大家看 這裡是台大 台灣的最高學府 為什麼我們想到 今天要來台大訪問呢 因為最近我看到 一系列的數據 在中國那邊 大家發現 今年是中國所有的歷屆 這個畢業生 就業最困難的一年 因為今年的就業率最低 工作崗位最少 但是畢業生卻是最多的一年 我又回來看台灣這邊的學生 我發現 好像不管是國際上 還是台灣這個國內 很多媒體上 對台灣的高等教育 好像一直有一些印象 包括我也聽到一些刻板印象 比如台灣的學生 喜歡關心政治 而且我看到一組數據 台灣的大學生 好像是全世界 最關心政治的一群大學生 但是就有人說了 他們關心政治 但是好像 停留在比較淺的層次 遊行示威有點像那個 人選之人的裡面的劇情 還有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大學生 就是他們對大陸的看法 以及對歐美的看法 已經產生了兩極化 什麼樣的兩極化呢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現實中的大學生 他們怎麼面對這樣的印象 以及他們怎麼選擇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到了 台灣的最高學府 台大 來看台灣的大學生 怎麼講的 好 我們去看一下 好 我們來訪問這位 劉同學 劉先生你好 我也想問一下 我在台灣聽到很多外界 對台灣高等教育的很多印象 應該是刻板印象了 其中就包括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就第一 就是覺得 台灣高校學生 缺乏國際競爭力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然後第二呢 就是說 台灣的學生很關心政治 關心社會公共議題 但是呢 沒有深入思考 都是網路酸民 第三呢就是說 好像台灣大學生 喜歡看陸據和大陸的社交媒體 比如抖音小紅書 這三個印象你認可嗎 以台大的學生來講 我覺得他們很關心社會公共議題 嗯 對 對 所以 呃 當然酸民也是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不能就一降 認為台灣的大學生都是 然後少子話跟入學門檻的話 我就確實台灣學生比較 跟相對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確實少了一點 就是國際的意識 但也沒有我覺得 其實應該比想像中的沒有那麼缺乏這樣 第一個問題 嗯 我覺得我不能回答 因為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你覺得不缺乏國際競爭力對吧 不會啊 因為其實大家進來這個環境 都還是會受到各方面的影響 對啊 我覺得第一個我不太認可 啊 就是說 其實很有國際競爭力 對 就只是說我們高中沒有特別培養 可是如果我們在 就是大學之後 我們有做一些學習 然後跟一些報告溝通的話 那其實我們還是會有國際競爭力 嗯 對 我是覺得台大在各個領域的 在國際上 其實我覺得都有一定的 哦 對啊 台大學的領域 對 一定會有一定的競爭 但是因為少子話的關係 我覺得在 台幣比較前面的一些學校 這方面的影響還是比較少 對 還是有一定的 就是 靜音始終都是靜音 應該缺乏國際競爭力 不是因為少子話跟 陸選人看低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人的確那個 國際觀看會有點差 就是看不可能就是 對新聞啊 或者是一些社會議題 沒有什麼太大的關注 但原因可能是因為 就是國際競爭力 就是說學生本身的能力 就是我們雖然很多人能力都很好 可是都不會表達出來 就是他可能 他可能城市很厲害 可是他不會把這個優勢 轉化成 所以給外界造成就覺得 台灣學生沒什麼競爭力 對對對 就是他有100%的能力 可是他表達不出來 就是講不出來 所以都在自己觀掉 所以就會變蠻濃的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 我反對 反對 怎麼講 台大學生還蠻關心社會議題的 而且我覺得 很深入 是不是因為台大本來就是有很深的 這個社會運動的傳統 我覺得不只是這樣 我覺得 只是有自己的想法就會講出來 啊 我覺得也沒有說什麼傳統還是幹嘛 現在台灣的學生大概都這樣嗎 能不能表達自己 我不知道 因為我在調查交流板 我看到交流板 你運動這樣子 我還蠻認同低一點的 因為現在是很少子化 但是學校通常不會減招 對啊 所以如果不減招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用比較低的分數 進到 就是可能不不錯的大學 所以你真的覺得缺乏一點競爭力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每一屆的競爭力 還有能力可能會越來越差 真的喔 這樣子 你是真的自己的擔憂 還是觀察到的 擔憂啦 而且其實已經有新聞說 我們這一屆的危機分 還有普通化學的能力 叫前幾屆學長姐 比較差這樣子 這個喜歡看錄據 和大陸社交媒體是真的嗎 就是我很好奇 比我想像中的多一點 真的喔 的確是很多 不太清楚 但我都沒有在用的 你沒有在用 是不是有可能是年齡低一點的 國小國中生在用 說不定吧 我覺得我們可能 跟他們有一定的代溝了 好 以高等教育來講 好像沒有看到 那還比較看到 比較多用Doling跟小陸社的小朋友 小朋友 我覺得還蠻認同的 蠻認同的 你周圍真的很多看錄據 和用Doling小紅書的 對 大學生嗎 台大學生 你周圍還蠻多 很多 喔 第二個就是 你有未來有想出國留學的打算嗎 就是在台大畢業之後 有機會的話可能 那你是首先選 比如第一歐美 第二日韓 第三中國大陸 第四其他 你會優先選哪裡 以我的科系的話 是比較優先選擇歐美 你是什麼科系 戲劇系 喔 戲劇系 好像歐美的確比較成熟 對 你是那個職位系嗎 那你未來想出國留學嗎 如果想的話 你優先選哪裡 歐美日韓中國大陸還是其他 目前的話就是一般看現在的學長姐 認識的學長姐 我們一多半往歐美 喔 往歐美 對啊 我自己的指導老師 他也是在 喔 就是你這個專業 可能去那邊更有優勢一點 或者其他 還是選歐美 歐美 是因為你這個專業比較適合的嗎 也是因為說家裡有親戚也是 跟我相同專業是去歐美 就是覺得說比較 比較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東西 喔 最大的優先應該是歐美 喔 也是歐美 跟你的專業有關係 對 對 因為我做的是偏軟體 雖然我在電梯系 可是我做的東西偏軟體 然後台灣軟體產業相對硬體就是 稍微沒有那麼強 所以可能就去 去歐美 對 軟體產業比較強的地方 見見識 喔 好 這是我是讀森林系 然後我之前就有去過澳地利的 國家森林公園 然後加上我 未來有想要去可能德國 或是其他歐洲國家留學 喔 好 好 謝謝 那 謝謝呢 會好奇 歐美 歐洲吧 喔 你也想去歐洲 未來你想去哪邊工作 包括也是歐美嗎 歐美是喊中國大陸 或留在台灣還是其他 呃 可能歐美跟中國大陸 會有更多的機會 因為台灣的話 台灣的那個 對 市場也小一點 對 戲劇這一點 沒有發展 但你有沒有覺得 台灣的戲劇 它其實創作力 我感覺至少它是自由的 創作力會很強 你會覺得嗎 我覺得最近確實有比較多 嗯 對 但是一整個生態圈來講 還是沒那麼健康 喔 對 對 呃 學生之後 我可能目前的話 比較喜歡留在台灣這樣 喔 給台灣做貢獻 這個 你這個科系好像在台灣 我也覺得你比較需要 對 哪裡有工作就是哪 但是我就有聽說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開的薪資很高 如果它真的開的薪資很高 你會要去嗎 還是會考慮那邊 整個政治環境 你就不願意去嗎 其實我自己覺得 我不太會考慮政治環境 我覺得 只要有利益夠有什麼發展 我覺得研究這種東西 其實是不分國家的 這到底哪天想說話 沒辦法說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遇到問題了 我會吃像鮮流在台灣 鮮流在台灣看看 然後如果有 可能他們要外派什麼的 我也會接受 你會想要去中國大陸工作嗎 我沒有到非常想要 我是傾向先到歐美 那之後可以再回亞洲 因為我覺得現在亞洲也蠻厲害的 亞洲包括日韓 主要是日韓還是中國大陸 整體 因為科技實力就是有在上升 對 應該會想去歐美吧 也是歐美 好 那你呢 留在台灣 留在台灣 哇 給台灣做貢獻 好 謝謝你們兩位 謝謝 謝謝 今天的這個街坊呢 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其實這次街坊啊 給我蠻大的shock 因為我發現台大學生不愧是台大學生 他們的整個論述啊 他們的這種務實理性其實都超越了我們之前的預期 然後呢 也的確超越了我覺得網上的這些非常刻板的印象 我覺得現在台大學生 或者說台灣學生還是非常的務實 也非常具有國際眼光 至少我是沒有聽到有一個學生是想要去中國大陸留學的 因為他們很清楚的認識到自己的優勢和不足 也非常積極地去改變它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整個台灣社會能夠以更加寬容 更加開放理性的眼光來看現在的台灣高端教育 當然台灣高端教育當然還是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但是呢我覺得至少台灣這片土地上 你想把它往更完美的地方去改進的時候 是完全有這個可能的 只要大家加油